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上課 那時間也是過得很快 那其實我們六祖禪經呢 當然也是沒有辦法講完 不過很高興能夠完成大勝起新任執行派 那天終於把它全部結束 不過當然這個比較粗糙一點 因為我們時間也不是很多 那所以其實呢 就是同學讀過了之後 回去就是平常的時候還是需要再閱讀 然後這個道理呢 他是越釐清他才會越明白 所以呢我們有一本書 那個新來的同學可以 雖然之後沒有上大勝起新論 但是我們後面有直解的一個書 可以結緣帶回去 有空的時候就是讀一下 因為這個道理呢 其實都是互通的 都是互通 那我們能夠透過多閱讀 那麼來這個了解整個佛法的一個要義 那麼上一次我們六祖禪經裡面講到了這個 求生淨土 西方淨土 那麼這個六祖呢他就有提到說 其實只要我們什麼 我們對於食善業 就是生口義的善 那麼我們能夠去給他落實的話 能夠落實生口義的這些善行 那麼其實當下就是淨土 為什麼淨土其實不是在外境 不是在外境 不是說這個地方都是鋪金的 都是這個珠寶相鑽的 然後就覺得這個是淨土 而是什麼我們的內心 因為一切的外在境界 其實是由你的內心 分別來產生他的這個好怪 他的這個善跟惡或者是好跟壞 所以呢 凡事有這些相對的評比 這個通通都是屬於對待而有 他就是生命 為什麼 因為這個情境好的時候 那麼你生歡喜心 情境不好的時候 你就生起這個嫌惡心 或是煩惱心 那麼這個心呢 就會隨著這個淨 那麼來改變 所以我們眾生就是因為 都是濁在這個淨上 對於淨都沒有辦法去抽離 沒有辦法超越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 去隨著這個境界來轉 因此呢 如果我們的這個一向福報是很好 修的都是善緣 那當然逆境呢 就沒有現前的機會嘛 所以你也不知道有苦 也許有些人這樣嘛 所以有些人一生都是在這種順境當中 然後突然碰到一個挫敗 他就受不了了 因為他什麼 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 從來沒有經歷過 也沒有人教過要怎麼樣去 在這個面對挫敗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去觀照 去想 所以呢 那就是對這個呢 就很難很難去超越 很難突破 所以呢 六祖就講的 其實呢 一切都是唯心所造 所以我們的心 如果能夠什麼 能夠堅定 能夠安住自主 就是你有自主力 你的心呢 能夠不隨著進來改變 也就是說這個境界呢 不管是對你的衝擊大 或者是小 但是你的本心一直是什麼 安寧的 就是一直是安住自在的 你能夠把握住自己的這一念心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穩定 那麼這個呢 才是什麼 能夠跟道來相應 才是真正能夠跟道相應的 所以呢 一切都是什麼 就是由境界 那麼來牽引的 那麼在這個 這個時善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怎麼樣去修信徒行 西方世界 要怎麼樣才能夠到達 那麼六祖其實呢 舉出了很簡要的方法 就是說 你在這個日常生活 就是你這一世啊 你就全心 就放在這個身口意的安定上 善行上 對待上 善的對待上 那麼當下你就能夠感受到 淨土的快樂 那麼所以當下就是淨土 那麼這個淨土呢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隨心所獻 也是隨心所獻 所以在這個維摩結經裡面提到 這個 這個釋迦摩尼佛說法 那麼講這個 這個過去的菩薩行呢 要怎麼樣去這個成熟眾生 莊嚴國土 所以成佛的時候 他的國土就會有多麼莊嚴 那麼瑟利佛心裡就想了 他說 那這個我們的釋迦摩尼佛是不是 過去生修菩薩行的時候 心不清淨啊 要不然的話 他成佛的這個國土 你看說佛世界怎麼都是五濁二世啊 都是很差的 那麼當然他這麼想 也是佛的神力呢 引起他有這樣的一個念頭 起了這樣的疑 為什麼你要有疑有問 這個佛就有機會可以打 他就能夠釋見 所以呢 這個 這個釋迦摩尼佛呢 知道他這麼想的時候呢 結果他就用他的大拇指 一按 就是他的腳的大拇指啊 往地一按的時候 這個 哇 全部整個世界環境 通通變了 通通變了一樣 就是 變得都是七寶俱竹啦 還有這些什麼 這個 很多的這些莊嚴 這個淨土的世界 清淨莊嚴的世界就顯現出來 那麼佛就說啦 這個是因為 眾生的無名障礙住 所以不能夠得見 諸佛的這個清淨境界 所以呢 像這個 這個犯王 一個犯王 他就跟瑟利佛講說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 釋迦摩尼佛這個 說我世界是不好的呢 是五濁二世呢 我看起來是很美的啊 我看的都是 他都是 這個都是莊嚴無比的一個淨土啊 你為什麼你看了 覺得是不好 那麼佛呢 才 就跟瑟利佛講啊 因為是 眾生心自己蒙蔽的關係 就好像我們的心 一直都是什麼 邪惡的 所以我們看到別人對我們好 我們也是用邪惡的角度來衡量他 對不對 你又不相信他是 他是真的是好意 為什麼 因為你的心一直都是 對別人也都是欺詐 都是邪惡的嘛 你一直用這樣的心量去做去應對的時候 那麼當然你沒有辦法感受到別人的善意 所以這個呢 就是也是一種違心所造的一種提示啊 所以因此呢 在這個經典裡面或者是在這些祖師的他們的公案裡面 常常有好幾個都講到這些唯心的道理啊 就是比如說相由心聲啊 也是 也就是說 你的心一個人的心力呢 他是存在的都是什麼樣的一個這個 這個種子啊 那麼顯露於外的自然而然也是 也是會由他的內心啊 來產生啊 所以心裡症的話 心症的話 心症的話 嚴謹他就是都會合乎症 心邪的話 做出來的都是邪的 旁門左道的方式啊 那麼就像這個 還有一則就是蘇東坡啊 蘇東坡跟佛印的故事 兩個人靜坐的時候 那個蘇東坡就問佛印說 你覺得我做起來 我做這樣像什麼 他說 我覺得你好莊嚴看起來像一尊佛啊 就像一尊佛一樣 然後蘇東坡就很高興啊 因為他的修行 他的這個智慧來修行啊 領悟也是很高的 那麼他就佛印就問他說 那你覺得呢 你看我像什麼 對他說 我看你像一坨石一樣 然後佛印就不講話 又繼續靜坐 蘇東坡回去就很開心的 跟蘇小妹講 就是他妹妹啊 跟他說 我今天終於呢 整倒了佛印啊 因為他每次都 跟佛印變都站下風嘛 結果呢 這一次好不容易能夠這個 站上風他就很開心 那蘇小妹就很好奇啊 那你到底是 什麼什麼情況呢 那他就把這個事情講給他聽 蘇小妹說 喔你真的是蘇大了啦 為什麼 他說 你沒有聽過像尤心聲嗎 人家佛印心中都是佛啊 所以他看出來的每一個人都是佛 你的心中都是大便 所以你看出來的全部都是 看別人也是一坨石啊 這個蘇東坡呢 他當下呢 他也是 也就突然就嚇一跳 確實一時舒服啦 所以 有時候呢 會在這個口頭上 去這個得逞 那麼其實呢 這個也是什麼 顯示這個法門上 還是什麼 以心 以內心為主 所以呢 接著我們會講到這個定慧品 那麼 在這個佛法的修行裡面呢 戒定慧 它是屬於三骨肉學 我們也稱作三學 就是 把這個 怎麼樣這個學習佛法的一個方法 次第啊 那麼來 以戒定慧 那麼來 作為一個總項 那麼當然 在這個其他經典呢 初學的經典上 我們都會講說 要先持戒 然後才能得定 得定就能發會 就是說你要先戒啊 戒律要持守嚴謹 用心的去持戒 持戒久了以後 你自然能夠得到定進 那麼你有定的時候 這個智慧它才會發起 那麼這個是講戒定慧的一個次第啦 那麼但是呢 因為六祖禪經講的是 頓悟的法門 由自心領悟 所以你從戒定慧的修學 那麼來契入領悟自心 這個是由外往內 那麼現在這個頓教法門 它是由內往外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它從這個根本 源頭開始領悟 這個自心領悟的時候 那麼你所有的一切外境 它就是什麼 隨著心而運轉 所以呢 這個就是有次第上的差別 那麼不是說兩者有什麼樣的 這個矛盾 那麼這個就是說 一個是從外境上 從事修 那麼來進入真性 一個是由真性來了解 開悟 一切法都是由真性而顯 跟真性是不二的 跟自心是不二的 這樣的觀點 那麼所以呢 所以呢 他就提到說 師事眾云 跟大眾講說 善知事 我這個法門呢 是以定慧為根本 為基礎啊 那麼也 那麼這個 這個法門當然就是指這個頓教 那麼論悟的法門 他說大眾不迷 說大家不要迷惑啊 認為定跟慧是不同的 言定慧別 就是兩個字不同的 那為什麼 因為定慧是一體 它不是二 那也就是說 定跟慧其實是什麼 它是同時的 定的時候就是慧的作用 那麼慧的時候就是 有定為本 為根本 所以兩者 它其實是一致的 那麼他說 定是慧體 慧是定用 那麼定呢 指的其實就是 不是講身體的不動 叫做定 而是講心性 我們的心性本來就不動 這個是大定 最大的定 就是這個心性的定 心性是本定的 那麼這個性呢 這個心性呢 它是什麼 它是慧的體 慧是指作用 對於外所作用的一切 應接啦 對物啦 或者是這個 六根跟六成的一些 這個作用 所引起的這些現象 那麼這個通通都是慧的作用 就是慧 所以呢 定是慧的體 慧呢 是定的用 也就是說 定跟慧它不是孤單 它絕對它不是孤寂的 假使是說 你只有定而沒有慧 那麼這個定就不成定 對不對 定就是變成是空定 沒有什麼作用 起不了 起不了作用 那麼你如果只有慧 而沒有定的話 那麼這個慧沒有辦法發用 因為慧是要依於定才能夠產生 這個也就是他們這個 在建修上面講到說 由定來發慧的一個指示 所以呢 集慧之時定在慧 也就是說 在慧的時候 那麼就可能看到說 定呢 其實是在慧當中 包含在慧當中 所以集慧之時就是 當慧起用的時候 那麼這個定呢 就在慧裡面 那麼集定之時慧在定 當定產生的時候 定進的時候 就定進來而言的時候 那麼這個慧呢 其實就是在定中 也是講到這兩者的這個不二 那麼若是此意即是定慧等學 也就是說我們講說要這個定慧等學 那麼在這個起心論裡面 我們有提到指觀 我們在前面的修行有指觀的這個訓練 什麼都要由直有觀 那麼這個指觀呢 其實就是定慧 也就是說指觀是因啊 就因來說叫做指觀 就果來說稱作定慧 那麼所以呢 這個學道人呢 莫言先定發慧 先慧發定個別 就是修學的人呢 你先不要講說 一定要先得定啊 才能夠發慧 或者是有的人就講說 一定要先有慧才能夠得定 不要認為這兩個有先後 有差別 他說作此見者 法有惡相 如果你用 你持著這樣的看法 見解 那麼這個是認為法呢 他就成了惡啊 成了惡法 就是有惡相 那麼其實呢 諸法是一象 所以呢 他說 口說善語 心中不善 空有定慧 定慧不等 這個就是講到這個 有些人呢 就是我們如果修學的人 那麼滿口都是佛話 講的都是佛的這個境界 講的都是佛的知見 講的都是很入理的一個 一個這個修行的這個 應該要怎樣啊 這個又要怎樣啊 要怎麼樣的這個道貌黯然啊 要怎麼樣的不動心啊 講很多 但是心中不善 也就是說你的心其實呢 跟你所講的是相違背的 那這個就是什麼 理上是通 但是解形 行上 行門上呢 就是還沒有辦法跟他相應 心口不相應 所以這個呢 就空有定慧 就是說 這個白費的啦 白費有這個定慧的這個知見 但是呢 定慧不等 沒有平等 定慧不平等 所以呢 有時候定會比較多 會比較少 有時候會比較多 定比較少 那如果是 尤其是像這個 身文 二聖人 他們定力 比較多 定力強 但是會力比較弱 菩薩呢 是什麼 會力強 但是定力弱 就只有佛 定慧均等 所以你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是一直都不等嗎 我們一直都是定慧不等的啊 那麼現在就是說 定慧呢 其實是要透過止觀的修學來完成 所以止呢 其實就是定 止就是定 當你能止 你的心就得定啦 心就安定嘛 就不動 那麼這個觀呢 就是會學啦 能夠什麼 有智慧啊 觀是能夠了解 所有一切釋法的生滅因緣 了解一切釋法的這個 形態 還有它的本質 它的作用 它的現象 這些通通都是屬於觀的範圍 就是觀的內容 所以觀呢 它就是智慧的成就 觀成就的時候 就稱作會啦 就稱作會 所以你看我們有時候 在有些經典裡面 也可以講到觀會 觀會 有沒有 所以 這個都是什麼 其實講的都是同一件事 只是呢 它的這個程度 就有這個 有差別而已 它的強弱 的這個程度 或者是 完整 不完整的差別 所以呢 要能夠這個 口說善言 那麼還要什麼 心中也是什麼 如善而行的啦 他說若心口俱善 內外一如 定會幾等 也就是心是這樣講的 嘴巴也一定是這樣說的 那麼就是什麼 就內外一如啦 那麼 這個就能夠什麼 定會呢 就平等 定會就才能夠均等 就能夠平等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我們在這個世間上 有很多事情 有時候也是要心口不一 也是會心口不一 為什麼 那你會說 那心口不一不就定會不等了嗎 其實要看作用 為什麼 因為菩薩的這個修行 菩薩度化眾生的方式 但是他不見得 他也是什麼 他也是心口既一又是不一 心口一如呢 內外一如是因為 他本身就是具有這個 十項之理的一個 一個認知嘛 一個領悟嘛 那麼不一呢 是因為什麼 針對眾生心形 眾生的根氣不同 你就會有 雖然你心裡是這樣想的 可是眾生他 聽不得這樣的話 你可能就要用另外一種 餘悔的方式 來這個引導 或是把他轉移 或者是 使他這個 心定下來 因緣成熟的時候 才能跟他說真實語 所以這個是從 動化眾生的方面來說 當然 就有等有不等啦 對不對 他就因為他有 牽涉到作用 那這裡呢 他是直接由 直接講這個悟心 由領悟上 真性的領悟上去 去做的一個開始 所以呢 我們的心 心形 要能夠什麼 跟外在能夠相應 跟外在相應 那麼也就是說 當然這裡不是指說 你講什麼 就一定要怎麼樣 而是什麼 就是這個心是什麼 是無相心啊 這個心是空啊 心念是空的 我們的心 心性本身就是空 那所以你的行呢 也表示說 你在這個行上 你就不要著於有 這樣子才能相應的意思啦 為什麼 如果你這個心裡是知道是 這個心情知道是空 心性是空 可是你不知道 你認為是有 那麼當然你所做出來的就是什麼 就跟真理就不相應嘛 他就是還是會著於這些分別煩惱裡面 那麼所以要能夠什麼 定會即等 他說自物修行不在於真 這個真就是真論 口舌上的一種真論 這個修行是自物自修啦 你領悟了什麼 你自己修行什麼 調整什麼 這個熄滅了自己多少的貪嗔痴 而不是去管別人 你都沒有修行 你都怎樣 或者是你都這個 沒有熄滅貪嗔痴 不是去看別人的是非 而是什麼 看自己 我看到別人這個是非 我怎麼是非的 我怎麼生的是非心的 是看到自己內在的這種反應 所以修行才是在自物上 自己一定要領悟道理 所以為什麼說一定要先悟道 然後才能夠修道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先悟才能啟修啦 比如說你這個前前後後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你通盤的能夠把它 了解了 然後能夠掌握 在行門上 你就能夠什麼 依於這樣的一種領悟去做 那麼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墮入邪見 所以呢 修行是在於這個自物修行 不在於爭論 但是呢 有時候你會覺得 還是免不了會爭論 因為我們總是有往來 論道的這樣的一個機會嘛 那如果碰到這樣的時候 難道就不爭嗎 就是說 論而不爭啦 可以講道理 但是不是爭高相 不是爭誰才是對錯 不是說我一定要贏你 或者是我的才對 你的一定就是不對 一定要把對方打扁 不是這樣 而是什麼 不管對跟錯 其實呢 我們都會了解到 這些來源 這個原因的建立 道理的建立 他是基於什麼樣的道理 他才做這樣的說法 或者是這個人是因為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經驗 他才做這樣的說法 就他來說 無可厚非啦 為什麼 因為這是他的經驗 他的禮物嘛 對不對 但是別人的禮物 我們不一定要接受 為什麼 你不接受不一定 你一定要反駁他 或是一定要非 一定要把他這個 這個 一定要去去除他 排斥他 而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變成是一種 要有勝負心 要有這個 要有勝負 所以呢 不是在爭論上 口舌爭論 那麼如果爭先後 就跟迷人一樣 這個迷人 不是很可愛的迷人 就是迷子 执迷不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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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所以呢 也就是說 如果你認爲什麼 應該要怎樣 才能怎樣 要這樣才能這樣 不這樣就不能這樣 這個就是真的嘛 就是有真嘛 為什麼 因為你的意見 他的意見 彼此的意見 也許不能夠 統一的這個方向 不見得 但是即使呢 這個有出入 但是我們也 不要呢 產生了這種爭論心 那麼所以如果爭先後的話 就跟執迷不悟的人 是一樣的 不斷勝負 確真我法 也就是說 勝負就是 就是這個勝負心 我贏啦 你輸啦 我才對啦 你不對啦 或者是你對 我不對 這樣子是非勝負 那麼這樣子的 你不斷除 反而是什麼 增加了我質跟法質 確真我法 就是我質跟法質你就增加啦 本來修行是要斷我質 滅我質跟法質的啊 所謂我質呢 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我認為主觀的意識 我認為我的才對 或是以我為主 有主宰的意味 這個就是我質 那法質呢 是認為有這個法 有這樣的內容 這個應該要這樣 那個應該要這樣才對 這個就是屬於法質 那麼 有時候呢 可能你會覺得說 那我們不是要有是非分別嗎 要有這樣子 知道這個是對的 那個是錯的嗎 這個是前面 這個就是在最初 你要修學的時候 一定是從什麼 正跟邪去區分 這個是從世間的道理來講 世間呢 它有是有非嘛 什麼是該做 什麼是不該做 什麼是應該要這個 去增長的 什麼是要熄滅的 惡應該要 這個是本來就是 世間的這個道理 而且也是什麼 初學佛法 從事修入門的一種次第 一定要有這樣的分野 你如果沒有這樣的分野 那就錯亂了 對不對 因為你是非都還不分 分不清楚 但是呢 進入到這個自信法門的時候 也就是說 你能夠了解這些是非的建立 其實都是由於我們內心的分別而產生的話 那麼你就會進一步再把它回歸到內心 對於這些是非的建立呢 你都知道說 這個是什麼 互相對待而有 所以他們都是什麼 因緣合合而有的現象 緣起的現象 所以呢 你也知道這些緣起現象 當下就是空的 它就是生命 所以你不去執著於這些生命的現象了 本來在初學的時候 你會決定堅定的靠邊 對不對 一定要靠在正的一面 靠在善的一面 對於惡的就是會遠離 要捨棄 然後甚至於怎樣 因為你自己善 善久了 你看別人的惡就不順眼 對不對 看別人的惡 看別人的這些不對 或者是什麼不如法 不怎樣 那麼你就會產生了這些 這些批判的心 或者是分別心 那麼其實呢 這個也是什麼 屬於法質的一種現象 當你覺得是這樣子做 才是正確的 才是善的 才是絕對的 然後認為 所有一切通通都是不如法的時候 這個就是法質 所以呢 要能夠就是進入到這個自信法門的時候 頓悟自信的法門的時候 是要能夠什麼 更超越一點的 來看這個 是非的對待 善惡兩邊的對待 你能夠知道說 這些都是因緣和合而產生的 所以只要他這樣 那麼你只要這樣 這個就沒了 他這樣 你只要這樣 這個就沒了 他彼此他是一種 對待消長的 所以呢 你能夠什麼 就隨順這個因緣的變化 當別人說這樣子不可以 好 那就不可以吧 當別人說這樣子才應該 那就這樣 無妨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相對而有的 所以呢 你能夠由從內心呢 來這個 來改變 就是由內心的觀念 那麼來矯正 那麼就是能夠把這個我跟法呢 我直跟法直去除 那麼所以呢 這個不斷增加了我法 還不離四相 因為我法一產生的時候 四相就跟著產生 四相就是金剛經裡面講的 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那麼我相當然是 四相裡面其實都是指什麼 指自心的一種產生 一種現象 自心的一個增長 煩惱忘心的一個增長現象 當你有了我的時候 有我相就是有一個主體 有一個 有一個我的一個見解 認為實有我的一個存在 為什麼 因為就有我跟 就你有了我之後你就有所了 有能跟所它就產生了 那麼有了我之後就有人相 就會計算 這個 因為跟我相對的就是人 所以我怎樣 對象也就怎樣 你就開始產生了這些分別 而且呢 完全就是什麼 沒有離開五運的作用 那麼眾生相 那當然就是什麼 很多的念頭 它就不斷的產生 甚至於呢 比如說認為這個 有這些六道的輪迴 那麼就人相來講 認為我們的人相 就是以這個人為主 為主的一種 六道當中就是人道 那麼就是有這一道 是異與其他道的 這樣的一個門界 那麼受者相呢 其實就是什麼 一段生命 一段的生死 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甚至於呢 有這個求福徵受 這個也是屬於受者 還有呢 認為人死了以後 無滅 還有一個靈魂的存在 還有一個什麼的存在 這個也是屬於受者相 屬於受者相 也就是說你還存著 也就是說你的這一念心 還存著這樣的一種 一種 微細的一個 一個這個計較 還有這樣的一個 念頭就是啦 所以這個四項 就會同時就產生了 那麼 所以你看在這個 《金剛經》裡面 不是一直提到說 要能夠什麼 這個 如果菩薩修行 還有我人眾生受者的話 那個就不叫做菩薩 為什麼 因為他還存著什麼 我能夠證得這個 智慧 我能夠證得這個決心 有我能夠證 還有我能夠證得 還有我能夠去度的眾生 還有我在度眾生的想法 就是這個觀念 很微細的一個念頭 那麼當你有這個念頭 產生的時候 那麼這個通通都是四項具足 通通就是不離四項 那麼所以呢 那四項呢 它就是一種 在我們看來就是 簡直就是這個 根深蒂固的一個妄想性 因為就是被這個妄想 那麼來這個牽制 所以提到說 當我們有起心的時候 那麼當然這個就是 一定會增加其其他的這些 這些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懲惱 這個煩惱 就會接著就一直產生的 所以他說善師是 定會猶如何等 定會好比什麼呢 他就用了一個比喻來說 定跟會的關係 他說好像燈光啊 譬如燈光 有燈就有光嗎 沒有燈就是暗嘛 所以這個光呢 比喻就是會 燈呢 比喻就是定 所以呢 他說燈呢 是光之體 體就是他 就好像我們看到的燈泡啊 這個燈泡本身就是燈 可是這個光是依於燈而來 所以呢 也就是說 這個光呢 是燈之用啊 燈的用途是什麼 就是放光 發光嘛 照明用的啊 所以呢 這個定會 也就是這樣 他的一體啊 一項 其實也就是這樣 所以他說 名雖有二 體本同一 此定會法 亦復如是 所以定會呢 也就是這樣 也就是好比這樣啊 其實都是什麼 他都是一體相集的 在懷疑裡面講叫做相集啊 所以呢 這個定會啊 嗯 接著他就提到說 首先了解這個定會法啊 那麼 失智 失事縱予 就是接著開示大家 一行三昧的內容 也就是說 你怎麼樣在日常生活當中 使用 運用這個定會 均等的一個 一個這個修行啊 所以他說 善之是 一行三昧者 於一切處行住坐臥 常行一直心也 啊 也就是說 這個一行三昧呢 其實也就是契入 真如三昧啊 也就是真如三昧 真如心啊 一行就是不管你什麼時候 就是只有這一個 只有這樣而已 只有這一行的這個作用 那麼由這一行的直入呢 就能夠進入這個三昧定境 也就是說不管你這個行住坐臥也好 都只有怎樣 一直心 那麼這個直心呢 就是禁明就是唯摩絕經 提到的直心是道場 直心是淨土 強調了這個直心 在寢心論裡面也是強調這個菩提心裡面 它含色有三種心 一個就是直心 第一個就是直心 正念真如法 正念真如 也就是說你的心呢 這一個心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真如心啊 所以呢這個直心呢 就是你不要彎彎曲曲 不要這個所謂彎彎曲曲就是念東念西啦 想東想西啊 這個心常常常這個攀緣 或是常常去去做的時候 去攀緣外境的時候 或常常起念頭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不直啦 所以你要入道 潘山大師說心呢 要像玄一樣的直 就是像那個射箭的那個那一條旋 或者是像彈琴的那一條琴旋一樣 琴旋一定是直的對不對 它才能夠出好音聲嘛 所以琴旋如果是歪曲扭巴的話 它根本就一點聲音也沒有 所以才說這個心呢 要能夠什麼 一直心 躺行一直心 那麼也是這個直心呢 其實也就是這個無念之心 直心也就是無念之念 無念的心 沒有什麼樣的念頭 沒有升起任何一個分別妄念的心 那麼這樣的心呢 它就什麼 它就好像燈光一樣啊 常照著 常常照著 而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樣的那個 就不會被什麼煩惱啊 被什麼樣的那個 這個外境啊 所干擾 就是以一直心做事啊 這個 所以這個也稱作一行三昧啊 那麼 它說 它說莫行禪取 莫心形禪取 莫心形禪取 口誕說止 也就是說心形禪取呢 就是有些人 他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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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阿語慘媚耶 也有這樣 有些人就是 表面上 明明對你很討厭 但是呢 因為你有某方面的利用 某方面的這個價值 所以呢 他就什麼 姑且就 對你也這個 好像對你很有理一樣啊 其實呢 可能轉個頭呢 心裡就一直在罵你 那這個 這個就是禪取心啊 禪取心通常都是 建立在什麼 有所利益上 有所得失上 那麼 你這個禪取心呢 才會產生 就會產生啊 那麼 執心的話 所謂執心呢 你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 如果碰到一個很討厭的人 怎麼執心啊 這個人的討厭 其實是不討厭 為什麼 那個討厭出自你的內心 對不對 所以你的內心呢 其實呢 沒有生起厭惡心 其實就是執心啊 也就是說 這個 當面對這樣的事情 你也不因為得失利益 而來跟你這個 來跟你這個互動 也不因為這個 我心裡存著這個 好惡 好惡的觀念 那麼來這個 來有這個 親近或是遠離的 這樣的一種 一種強調 沒有做這樣的 強調 所以呢 就只有什麼樣 一個親近的執心 那麼這個執心呢 它就什麼 它就只有 當機而已 碰到什麼樣的狀態的時候 應該怎麼處理 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樣的這個 這個利益得失的這樣 或者是好惡的觀念的這種 這種引導 所以呢 只要能夠這個 不要說心形呢 是阿餘殘滅 那麼嘴巴呢 都只講說要執心阿 要執心阿 其實呢 心裡是煩惱很多的 所以呢 口說一行三昧 三昧 物行執心 那麼 但行執心呢 於一切法 物有執著 其實重點就是在我們的執著心 我們的執著心 就有執著 當你有執著的時候 你就有執著 有執著就起煩惱 就有煩惱心 啊 那麼所以呢 這些就是 你在這個 一切法 寒涉是 可以說就是 不管大事小事 通通都是一切法當中 一切法 也就是說 你的六根看到的 聽到的 接觸到的 要做的事情 要面對的環境 或者是要 要這個 通通都是一切法 寒涉在內 大到整個國家大事 也是一切法裡面 小到家庭裡面的 這個雞毛蒜皮的事情 也都是一切法的範圍 所以不管善、餓、邪、正 這些種種的對待 通通都是屬於一切法 所以呢 在這個一切法的這個 這個範圍內 就是於一切法 濃縮來講 就是我們身心的 所有一切對待 你的身心所引起的 所有一切對待 通通都是屬於一切法的範圍 所以呢 在這一切法呢 你不要有執著 那麼迷人 著法相 直一行三昧 接著他就講到了 這個 迷子的人呢 他還是會著於這個法相 外相 法相就是外相 那麼 認為一行三昧 他認為是這樣 直言 他說 常做不動 忘不起心 就是一行三昧 把一行三昧呢 設定在這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認為要怎樣 就是你一直坐著 都不要動 也就是 常做不動指的是身啊 忘不起心指的是心 就心而言 也就是身跟心呢 都不動 這個叫做一行三昧 認為是這樣 才叫一行三昧 其實不是 他說 做此結者 極同無情 他說如果呢 用這樣的這個解釋呢 那麼這就跟 無情就是跟草木 石頭一樣 對不對 那是無情物嘛 我們有 我們是屬於有情眾生嘛 凡是有這一念心事的作用 能夠產生種種的這些 這些苦樂 這些感受 這些思維的 通通都是屬於有情 有情眾生 那你如果是說 身心都不動 那麼這個就叫一行三昧的話 那麼這就跟草木 石頭是一樣啦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障道因緣 障道就是妨礙你那個 求得進去菩提之道的一個因緣 為什麼你就隔絕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這個就是錯解一行三昧的這個含義 那麼 他說善知事道須通流何以卻智 智就是停止停留 停留在這樣的 顧守在這樣的一個方向而已 這個叫做 這個道呢 其實指的就是心啦 心 因為我們這個心呢 其實是什麼 是很自在通暢圓滿的 他沒有一絲的阻隔 也不能夠被阻隔 所以他必須 這個就好像這個流水一樣 流水一樣 你如果他一定要能夠暢通 他才能夠什麼 保持這個流暢 他才能夠這個生生不息 就是他才能夠滋養嘛 才能夠有滋養萬物的機會 那就像我們的血管裡面 你如果你看血管如果阻塞的話 是不是就要中風啊 你這個身心就不能夠用 這個就是停滯 就是卡住了 當你的心呢 卡住的時候 你一定沒有辦法去 再去前進 或者是再去吸收更多的 這個信量就不能再擴大了 所以他就講到說 這個道呢 必須要能夠通暢 要能夠流暢 所以呢 為什麼卻這個反而停滯呢 那他說 那麼心不住法 道即通流 也就是說心呢 住其實就是什麼 黏著的意思啊 心不住法 就是你的心 不要黏著在法上 不要黏著於法 那麼 這個這樣子的話呢 就能夠通流 所以心若住法 名為治福 你心著於法 那麼這個就稱作治福啊 自己綁自己啊 自己綁自己 所以這個 這個禪宗的教育方式呢 就是直解了當 就是從心地下手 所以就有人 這個 有問人 去求禪師說 我要來修行 請禪師教導 禪師問說 你要修什麼 他說 我希望得解脫啊 我要得解脫 修解脫道 那禪師就跟他說 誰綁你啊 誰綁你 你綁在哪裡 光是這句話也可以把人家打醒的啦 你說自己 我很煩惱 我很煩惱 一直透不過氣來 我很大的壓力 你到底壓力在哪裡呢 誰給你煩惱 也是可以 你可以反觀回來 所以 因為你心黏著了這個 你就 你才會感受到煩惱 覺得你就被他綁住了 就像我們有一個居士 這個 他的兒子現在大概已經有三四十歲了 三十幾歲了 沒有結婚啦 三十幾歲的小孩了 男生 算是 對他來講算小孩啦 他一直到現在 每天還要什麼 準備三餐給他兒子吃 一直掛慮他兒子沒飯吃 然後呢 平常呢 你這樣子早上這個上班 因為他這個工作 上班完 下班他就很趕快的去買午餐 給他兒子 要不然下午休息的時候 比如他出來外面 然後有辦事或有什麼 到晚餐時間到了 他又很急著 趕快去買晚餐 回去給他兒子吃 然後好幾次 因為他都是 因為就是 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他 為了他兒子 就是很 很 很急 的這樣子 好像一餐沒有給他兒子 準備都不行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會很好奇說 你兒子幾歲啦 我說三十幾啦 三十幾歲的兒子 他肚子餓了 他不會自己弄飯吃嘛 一定要你這樣子大老遠的 跑去給他做 或者是沒有馬上做飯 要買便當回去給他吃 然後他也是 因為他單親 是單親 所以呢 他就跟他 他就講說 他說師父沒有辦法 因為我就是放不下他 所以你看 我說是你放不下你兒子 其實你兒子 財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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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認為男生呢 不會做家事嘛 一定是不會煮飯啦 所以他也不知道要吃飯時間到了 自己可以去想辦法解決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他就被他兒子綁住了 他認為這個綁 這個心濁於 這個沒有辦法安頓 他就覺得心就被綁 這個時候就會覺得 煩惱就會產生 其實是自己綁住 對對 自己綁著 因為你心濁於法 對啊 不過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也是情 被那個情綁住了 很多時候 所以你看 有時候這個父母 也放不下子女 但是子女都可以放下父母 這個就是很奧妙的地方 只有笑子 子女都可以很坦蕩的 父母就是會捨不得 這個就是不同的地方 沒有其實這個是通一切人 一切眾生的這個習氣 眾生的習性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不管是中外 或者是哪裡 其實都很多都是這樣的 一種現象 一種現象 然後我有時候我也會想說 其實明明都是人嘛 也都是自親 為什麼小孩子生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搶著抱搶著文 這個老人呢 那聘苦的這個每個人 就不會想要給他拿來抱拿來搶 為什麼就不會想要搶老人 去抱老人 沒有沒有 所以這個你看啊 人就是這麼 這麼你辛苦一輩子 這個到頭來其實 你只是 這個色身 這個色身就是 讓人家看了就想遠離的 這種煩惱 這個是重點 所以我們就是要能夠什麼 要能夠看到這樣的一種 事象 生滅的一種現象 這些通通都是生滅 再可愛的小孩 他有一天他也會變成老人 也是一樣會被拒絕 所以呢 這個通通都是一種什麼 就是一種輪迴啦 這個其實就是輪迴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超越這些 這些執著 就是你心呢 不要著於這些 不要著於法 所以呢 這個小孩子即使很可愛 我們也不著於小孩子 怎麼樣 就是養育而已嘛 就是養育照顧維護這樣子 盡這樣的一個責任 那麼這個老人家呢 我們也不著於說 因為他是老啦 是病啦 或是要遠離啦 也不著於這個 而是也是要怎麼樣 也是要盡到這個 這一輩子的姻緣 這一輩子能夠這個 成為六親眷屬的姻緣 能夠共住的姻緣 那麼這個呢 都是應該要去珍惜 但是不執著這些 這些不被這些所束縛啦 所以呢 就是孝順也好 不孝順也好 我們也是快樂 小孩子這個 這個長得聰明也好 長得笨也好 出息也好 不出息也好 我們也是一樣疼愛 也是一樣去關照愛護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能夠不被這個現象 牽引 所以我們就不會自己綁自己啦 所以若言常做不動事 假使呢 你說 這個 這個 要能夠常做不動 這個才是修行的話 就是 常常就要在那邊坐禪 打坐啦 身心不動 那麼 我知道他的心念 我就派他的弟子 開始一個一個 從聲聞弟子開始 這個 瑟利佛啊 你去幫我去給這個 維摩姐 居士 來探問 我也問他 瑟利佛就不敢去啦 就是他這些弟子 每個人都不敢去 那當中 當然都有提到每一個弟子的姻緣 為什麼他們那麼害怕 維摩姐 因為維摩姐變才無愛 就是 因為維摩姐 他是以大聖法 來這個 來這個 指導的啦 那麼這些 聲聞弟子呢 他們都是什麼 就是從小聖法開始修學嘛 聲聞聖 當然就是要怎樣 要能夠先持戒 要能夠這個 常常身心 身體呢 不要去接觸這些外緣 要常常靜坐 要常常思維 要做這樣的 這樣的這個 形態 那麼這個稱作修行 所以呢 你如果說 一個修行人 常常在外面 在這個社會啦 或是還去做這些 這些這個社會的事情 或是常常攀緣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 你都沒有在修行 一天到晚 心都攀在外面 那麼所以 聲聞弟子呢 他們就會 用功 因為他們知道 這些煩惱都是什麼 接觸 你去看到 你就會生心 你就會產生煩惱 所以他們就害怕 就是說 希望能夠 能夠遠離這些 這些承銷 那麼 都能夠什麼 常常要靜坐 要修行 要靜坐 要這個 觀五禁也好 或者是 觀這個慈悲也好 或者是 要做這個 屬席觀也好 那麼 社利佛呢 他就是在這個 宴坐就是禪坐 要在林中去禪坐的時候 碰到社利佛 這個維摩姐 維摩姐問他說 你在這邊做什麼 他說我要靜坐 我要靜坐 他說 要靜坐 才能得定 那他說 那不靜坐 就不能得定了嗎 他就 一時也 他就打不上來 也就是說 他就認為說 如果不靜坐的話 都是在動態當中 那心 那這樣子 你都是在這個沉靜當中 你根本就是 是沒有辦法 這個達到一個 這個禪定的一個 一個穩定 那但是呢 維摩姐的這個大聖佛法呢 他是直接由心性入手 也就是說 所有的一切外境 通通都是由你的心 所產生的 所以呢 這些外境呢 其實根本就是無動 一切法都是極滅的現象 都是極滅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心 你去黏著了 他就開始建立他的形象 他的價值 他的意義 他就逐漸的就一直建立起來 所以這個建立其實是什麼 由你自心而建立的 不是他的改變 而使你產生這樣的想法的 那麼這一點呢 如果我們能夠去認知的時候 所有境界不管怎麼樣 他都不能干擾你 不能干擾你 為什麼 如果我的心不起分別的話 我的心能夠安住在這個真心 真心當中的時候 你任何的一切狀態作為 其實我也是怎樣 就沒有什麼干擾 不會引起干擾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什麼 從大聖的法門來記錄 所以他就告訴他說 你如果呢 能夠在這個三界當中 你如果能夠在這個三界當中 而無限出生口異形的話 這個才叫做靜坐 那麼當然這個是只是其中一項而已 他有講到很多就是說 你在這個動態 一切的動態 一切的染濁當中呢 你能夠這個 你能夠沒有起這些煩惱造作的心 能夠這個 還能夠去做這個精進修行 在這個精進修行當中 又能夠不離開涅槃 極進的話 那麼這樣子的話 那麼這樣子的話 才叫做燕坐 那麼所以呢 這些這樣的法門呢 當然在這個設立佛呢 他就一下子就不知道 應該要怎麼樣去對應他 所以他們都很害怕去碰到維摩姐 因為維摩姐太厲害了 他是過去也是一個 也是這個金術如來 也是早就成佛了 那麼來釋憲的 釋憲來教育眾生的啦 以居士生釋憲 那麼這個當然也是什麼 顯示說 修行不是在外向上 不是外向 所以呢 即使是居士 他如果能夠悟到 心裡能夠 他能夠去氣會這個道理 那麼這個 身口義行呢 都能夠跟真如 跟真心相應 能夠一醒三昧的話 那麼他也能夠 因此而能夠去得到 所以呢 這個 尤其是講到這個靜坐 禪宗裡面還有一個典故 也很有趣的 我想大家也可能也都有聽過 就是馬祖道義 馬祖道義跟懷讓禪師的一個故事 那個懷讓禪師呢 他認為 這個馬祖道義 每天都看到這個道義禪師 都在那邊靜坐 都在這個 房廊下靜坐 那麼他就覺得 這個人根氣是不錯的啦 知道他是有根氣 根氣不錯 結果呢 有一天呢 他就問他說 請問你啊 你靜坐是要幹什麼 為什麼要靜坐呢 他說 因為我想要做佛啊 我要成佛啊 所以我要靜坐啊 那麼 懷讓禪師就說 那麼隔天呢 他在靜坐的時候 懷讓禪師就拿一塊磚頭 在旁邊一直磨一直磨 他就一直磨那個磚頭 那道義禪師就問說 你磨那個磚頭做什麼 他說我要做靜子啊 他說 磚頭怎麼能夠做靜子 那麼懷讓禪師就跟他說 對啊 磚頭不能做靜子 靜坐怎麼能成佛呢 他就用這個方式 點醒他 那個這個道義禪師就覺得 嗯那很有問題啦 我這樣子做不是不能成佛 那一定有問題存在 他就很虛心的請教他 他說那怎麼樣才能夠這個 修行才能成佛 他就跟他講啊 如果一隻一台牛車啊 古時候都是牛車嘛 他說牛車要是不走的話 停著不走的話 你到底是打車還是要打牛啊 車子牛車不走 但是你要讓這個牛車走 你要什麼事 你是要一直打車子嗎 還是你只要打牛就能走了 所以可以說牛車的關鍵是在牛不在車啊 靜坐的關鍵 要成佛的關鍵在心不在座 他是用這個方式把它矯正 但是並不是說你悟了這個心 在心不在座 你就從此不做了 不是啊 而是說關鍵 你要掌握那個關鍵 啊這個關鍵呢 你能夠掌握住 不管你行住坐握 通通都是沒有離開這個禪定現象 啊所以這個才是這個才是一個修行的一個關鍵 而不是在事項上啊 啊事項上你怎麼看可能怎麼變化 他都是什麼都是屬於生命 都是應機隨機隨緣而已 但是你心性呢 他是不隨著這些因緣變化而變化的 所以呢你能夠去掌握到這一念親近的自心 這個才是要點 這個就是他們禪宗人呢 一直要去領悟的見性的部分 就是怎麼樣去欺負這個心性 心性的不動 心性的這個圓滿 心性的騙一切 心性的離一切相 離一切造作 不建立一切法的這樣的一個本質啊 這個是這個修學上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你如果從生命法上來講的話 其實百遷法門嘛 無量百遷的法門有很多通通都是從生命的角度來說 從外在形象啊角度來說 但是呢你如果歸於心的時候 所有一切的無量差別全部就是一 如果你著在這個外相上的話 這些所有的無量就是無量 一不是二二不是三三不是四 他一定就是不同 顯教不是密教 這個密教呢不是這個不是又不是什麼 這個他就有很多不同的差別 法門就有各種不同 各種法門就有各種不同的 各種教裡 各種教有各種不同的法門啊 那麼你如果能夠這些通通都是什麼差別嘛 這些差別就是變成就是什麼很亂啊 你就是沒有一個主軸了啦 但是如果你從自信上自信上來看出這所有一切法的時候 這些所有無量就全部就是歸於一 就跟定會一樣一樣 定會喔定會不是一 定會不能把它分為二嘛 所以我們在講的時候定是定會是會 那麼其實定會是一 那麼我們講無量百千的這些差別法門跟心性好像不是二 對不對 心性是空嘛 心性是這個 他是不離相的嘛 離一切相啦 不著一切法啦 他是就近清淨 原明淨然的 什麼微妙的 這個通通只心性來說 無量法門呢 是講很多這個無量差別的這些修行內容啦 善啦 惡啦 禪定啦 忍辱剝裂啦 布施啦 這些種種無量 可是這個其實就是一啊 跟定會 跟定會的這個說明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如果常常把法用二分法來看的話 那麼他當然就是一定不能夠統一 那麼其實這個二呢 是什麼 其實是不二 其實是不二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先去了解到 這個解脫 還有這個制服的一個自己綁自己的這個差別 我們休息十分鐘 其實如果能夠懂的話 其實如果能夠懂的話 這個 道呢 是領悟啦 領悟通的時候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給他表達 不一定就是要照著 這些 這些也都是他們悟道的一個 一個 所形容出來的 所講出來的一個開示啦 對啊 所以這個 其實就是不要以 像剛剛欣修寫說 他六祖不認識字啊 為什麼他這個能夠講到這個 唯摩節的經裡面的這個文句 那麼其實呢 有時候 也許是 人家問他的 然後他記住了 當他下次開示的時候 他就可以拿出來用 他就會以這個為題 那麼來說明啦 所以因為會有這些 會舉出這些例子呢 大致上就是說 有些人讀經啊 他就有疑的地方啊 那麼他會請教嘛 那麼六祖大師 他雖然不認識字 可是呢 他有一次這個 有一個比丘尼阿 問他涅槃經的道理 那麼他說 那你讀給我聽 結果他讀讀讀讀到那裡 他說好了我知道 要怎麼講怎麼講 他就會告訴他涅槃經的道理 你剛剛讀的 你的疑問這個道理呢 他大概 他是怎麼樣的說明 所以其實因為 智慧不是在文字 不是在語言 不是在語言文字 所以呢 要能夠什麼 離語言文字去參 因為語言文字 他就是一個 像指頭一樣 指一個地方給你 指月亮給你看啊 重點是要你看月亮 不是要你一直看 一直說 噢這個指頭長還是粗啊 短還是 不是要你去 著意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要是能夠會議 你能夠會議 你會發現 不管別人的詞 說錯了 你其實都 你不以為意啊 你不會去糾正他說 欸你這個應該這樣講 這樣講 比如說啦 這個有些人看到 這個法師啊說 哎呀法師你好漂亮喔 然後旁邊就有人說 對法師要說莊嚴 不可以說漂亮 莊嚴 莊嚴不是不漂亮嗎 漂亮不就是莊嚴嗎 他就是形容一個形態嘛 對於這個形態 他用的詞是 可能他想到的就是這兩個字 莊嚴一個沒有學活的人 他從來也沒聽過 對不對 你怎麼能夠要求說 你一定要跟法師要說莊嚴 不能說漂亮 但是舊法師來講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好 你用什麼樣的形容來說 這個都沒有關係 所以不是執著在 你應該怎麼講 要怎麼講 要怎麼講 其實對於他的本意 你反而就扭曲了 所以呢 這裡就提到說 他說又善知識 他說又有人教坐 看心觀靜 不動不起 從此至公 也就是說 如果又有人教坐禪 靜坐的時候要怎麼樣呢 你要看著心 要觀靜 也就是說讓你的心一直在安靜當中 處於一個靜向 要能夠不動不起 不動指的是身 不起也是心 就是身心能夠不動 能夠安住 然後不起忘心 都一直看得盡 從此至公 就是從這裡開始下功夫 那從這裡開始下功夫不是究竟 他只是指導一個入門 你應該要怎麼樣 比如說你的心一直都在 妄想很多的時候 你不覺得你有妄想 因為我們的心 我們就是我們用的太自然了嘛 所以呢 你有起念頭 有起妄想 有什麼想法 你甚至於不知道 他怎麼產生的 你只知道怎麼樣 你想怎樣 你就要怎樣去做了 這個就已經是 算是比較之末嘛 想了就去做 想了就去做 你從來沒有反觀過 你的心想的對不對 應不應該做 你想的這個是 依於什麼而產生的 你怎麼會這麼想的 我們通常不會去 這樣的關照到 所以這個就是 心的粗細有關係 我們反覆的心比較粗躁 那麼修行呢 當然就是什麼 要從靜開始去安住 先止於靜 止於靜就是什麼 你本來心是很妄想紛飛的 現在你要先動 這個是動嘛 妄想就是動 你要先把動歸於靜 讓你的心能夠安靜 安靜 安靜你可能會什麼 你還是什麼 還是會有念頭 你那個念頭會怎樣 看到你暗不安靜 有沒有期望 動不動 或者忍不忍得住 或者這個是至少你已經進一步了 能夠什麼 有關照的心 來看你的這個妄想 看你的妄心 所以呢 像這樣的想法 講法 其實也不是錯 為什麼 它是一個 你把它當成是一個前方便來看 它也是一個方法 方式嘛 指引這個方式入門 可是呢 你如果把它當究竟來體會的話 這個就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它前面有講過這個 這個道虛通流 心是什麼 通暢的 是圓滿 圓敏的 它沒有一絲絲的這個障礙 所以你反而是什麼 讓你的心障礙住 那這個是不對嘛 所以呢 迷人不會變直成顛 這個迷直的人呢 不理會 不了解 那麼就執著變成了顛倒向 變直成就執著啦 執著的話就顛倒 你以為這樣子就是對的 所以如此則重 像這樣的人很多啦 所以如是相較呢 顧之大錯 用這樣子來這個教育 來教別人 互相教別人 然後互相的這個揣摩 互相的討論 那麼其實都是大錯 為什麼 都是完全是在這個枝末上 去增長而已 不是從根本去入手 所以呢 師士終於就是又跟大眾講 然後 他說善之士 他說本來正教股有頓見 人性自有利頓 也就是說佛教 正教指的就是佛教 佛法 佛法的教導呢 其實並沒有頓跟見的差別 本來就是一法嘛 哪裡還有頓見可說 但是呢 人性自有利頓啊 也就是眾生的根氣 就有比較利根的 有比較頓根的 這個頓根利呢 當然不是有 不是指 也是指什麼 智慧上來講啊 有些人 煩惱這樣比較重 執著比較重 執著比較重 那麼他 就沒有辦法一下子 就能夠契入到這個 根本道理 所以一定要從什麼 比如說他執著在這個世間向上的 是非對錯上 那麼你當然就是什麼 從是非對錯來 逐漸的引導 怎麼樣 把這些壞事 惡事呢 能夠減低 善事增長 這樣子來漸漸的引導到什麼 一新的狀態 那麼有些人呢 比較利根的 他看這些世間外向呢 他覺得這個是很煩啊 然後我要怎麼樣能夠直接一刀兩斷 直接的契入 知道這個根本 你跟我講究竟 源頭到底是怎樣 所以這個是 所以呢 是因為眾生有這個利頓的關係 所以才有頓見的分別 才有頓見 所以你看這個古時候 祖師呢 就是歷代以來都有人做這個 把這個佛陀的這個經教 他做這個教叛 比如說三藏十二部佛陀講教 這個經教很廣嘛 一下子說空 一下子說有 一下子又說過了 一下子要教你要多行善 一下子又是 你要什麼 這個要慈戒啊 又要怎樣 一下子又說這些通通都不能執著 那麼這個到底怎麼樣 才是正法 就是說法的全貌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這些祖師呢 他們有的就會把這個經教把它劃分 劃分說這些經典所講的內容 其實是針對什麼來說的 這些經典所講的內容 是針對什麼來說的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有什麼 小史 尤其是華眼的祖師 法葬祖師他就有 小史中頓元的這個建立 武教的建立 小教 也就是說你要先這個守這個實善啊 要先修人天福報啊 一定要這個要把這些凡夫的這些煩惱像 先去除 然後要觀五運之空 不要知所這個身心 知道這個身心 那觀空空了以後到底又怎麼樣呢 進入大聖法門 那麼大聖法裡面呢 就是第一個一定要先了解波雷 空齁 所以這個大聖法門他就有分兩個兩個部分 一個是主法皆空 從自信上來說 一切法的自信來說 一個是從這些法的形成內容來說 所以這個叫做相 從相上來解 一個是從實質的自信上 無自信的這個空來說的 那麼這個也是從法上的分析嘛 就是他再把它分成這兩個部分 那麼接著呢 再看到這兩個的不二 宗教就是不二 就是始終嘛 開始跟終最終 那麼他就有兩個的差別 那麼這宗教 頓教呢就是什麼 不利文字 那麼也這個一念不生的這個狀態 就近離言 這個就是頓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在講六祖壇經的部分 所以六祖壇經呢 所講的頓教其實就是 如果在以這樣的五個層次來說 他是屬於第四個 已經算很高了 算很高階了 那麼所以呢 再到這個原教 這個就是指華言 圓滿教裡的 成佛之道的究竟 就是成佛的境界 成佛看出來的境界 跟你在山底下 你在初學凡夫地看的境界 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從原教的角度 那麼再來看一切法的一個 一個這個作用 那麼所以他就有不同的這個差別 所以因此呢 才有這個 針對眾生的關係 所以我們才說分頓跟見 那麼迷人呢 是見咎 誤人 頓氣 頓氣就是一下 頓就是不落皆位 對齁 刹那 然後就能夠什麼 氣入真理的 就能夠 就能夠 就能夠正德的 那 迷人的話就是 一定要透過慢慢引導 慢慢修 慢慢來 為什麼 因為他不相信能夠 集心成佛 所以你自心就是佛 不肯相信 不敢相信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什麼 就是一定要透過引導 慢慢引導 所以呢 自視本心 自見本性 極無差別 當達到 雖然有頓見的這個入修不同 但是呢 當達到 能夠試得這個本心的時候 自己能夠認證到這個本心 能夠見到本性 就沒有什麼差別 這個時候就沒有什麼頓見的差別 為什麼大家都是一致的 一切眾生都是同一致 所以就好像這個百川 這個全世界的河川 每條河川有每一個不同的名 每一個不同的水 那所有的水流到大海的時候 通通就是海的名字了 它就沒有它的這個 沒有它的差別 沒有它的大小的差別了 那麼所以呢 那麗頓見之假明 所以頓見呢 是假明 它不是 它是什麼 因姬而設的 因爲根姬而設 所以他說 善知識 我此法門從上以來 從上以來就是 就是從佛以來 從佛開始這個 這個傳給這個大家社 傳給這些祖師 祖師傳給祖師 代代相傳 這麽一直以來呢 都是先立無念為忠 無相為體 無助為本 就是這三個關鍵 忠就是主啦 以無念為主 那個主呢 它就是一個引導 那無相為體 體就是它的這個本體啦 也就是說所依據的 根據是根據什麽而無念呢 就是根據無相 所以無念 那麽是無助為本 無助呢就是基礎啦 沒有助著於 就是追究這個根源 是無助的本 無助為根本 就好比說 你看我們這個地球 我們現在真的有大地嘛 對不對 地之屬於地大嘛 那地以下有什麽 有水嘛 對不對 水大 水大下面有什麽 風大 風輪嘛 也就是說這個大地之所以能夠依持 是因為地底有水 水為什麽能夠依持呢 不散呢 是因為有風力的關係 這個風啊 有風力的關係 所以呢 使這個水呢 就凝聚了 那這個風 風大 風是依於什麽 依於虛空 就是風要建立 這個風 它所依就是虛空啊 有虛空它才能夠 風才能夠通暢嘛 它才能夠運行 那麽虛空依於什麽 虛空依於什麽 虛空就是依於無啦 無助啦 對不對 所以最終你把它歸咎 從一切的有相歸咎 到最後就是無助 沒有駐著任何一法 所以你看我們的地球 它是不是 它在虛空當中 它有沒有被什麽吊住啊 有沒有依於什麽 而能夠這個 而能夠存在啊 所以太陽氣弱 就在虛空 阿如果那個沒有呢 太陽又是被什麽吸住呢 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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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迫的 韭摩節經 她有提到一段話 不過很長啊 那段話我真沒有那個 就是 文書菩薩她問這個 韭摩節居士 她說 生死可畏 生死是很釋野害怕的 那麼菩薩應該要依於什麽才能夠 助於生死呢 就是要怎麽樣 怎麽樣在這生死當中 能夠有什麽依靠 要依靠什麼? 那他就說要依如來功德之力 也就是說因為你要能夠在生死當中 能夠勇猛精進 不害怕這個生死 不斷的去求道 為什麼?就是因為要成佛 有如來功德的這個 希求 你想要求得這樣的一個 佛的一個成就 就是一個目標 所以你能夠在這個生死當中 沒有畏懼 因為你知道不斷的歷練這些生死 你就能夠成就的 所以一定有一個所依 對不對? 生死當中你要依什麼? 依如來的功德之力 那他說依如來功德之力 應該要怎麼做呢? 對不對? 我依如來功德之力 我要怎麼依啊? 你應該要度眾生 當度眾生啊 因為你度眾生就能夠獲得如來的這個能力嘛 獲得如來的智慧 悲心智慧才能具足 就是靠度眾生 所以在那麼 接著他又問啊 那度眾生要怎麼度啊? 度眾生要除什麼? 要怎麼度眾生呢? 他說就是要除 怎麼樣叫做度眾生? 他說除其煩惱 就是讓眾生沒有煩惱 把眾生的煩惱去除 這個就是度啦 不是你去幫助他什麼 或是給他什麼吃好的穿好的 稱為度 他說當除其煩惱 那要怎麼除他的煩惱呢? 他說當行正念 怎麼樣除煩惱? 能夠除煩惱? 就是要有正念就能夠除掉煩惱 那怎麼叫正念呢? 就會一直追問嘛 那應該怎麼樣行正念呢? 但是說要行不生不滅 當行不生不滅 他說什麼不生什麼不滅? 繼續問嘛 就是什麼? 這個不善不生 善法不滅 不善就是惡啊 不生惡法 惡法不生 但是善法不滅 滅的話 你善法也滅的話 就是斷滅了啦 就整個就終止嘛 所以正念是什麼? 正念就是不生不滅的念頭 什麼樣不生不滅的念頭呢? 就是你不生起惡法 但是呢 你對於善法呢 一樣什麼? 隨緣積極 這個叫不滅 沒有滅 沒有滅失這個善法 所以要行不生不滅 這個就叫正念 接著又講啦 那善不善是以什麼為本呢? 蛤? 對不對? 善不善從哪裡來啊? 他說以身為本 身體 善不善從哪裡來的? 身體做出來的 以身為本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 我們講說善什麼是善事 比如說你扶一個老太婆過馬路 啊 你要說是善事 這是誰做的? 身體做的嘛 你打一個人 這個是不是叫惡事? 對不對? 這是誰做的? 也是身體做的嘛 所以呢 善不善以何為本? 他說以身為本 這個身又怎麼來的? 身以何為本啊? 怎麼有這個身體呢? 因為我如果沒有這個身體 是不是我這些什麼善不善就沒有啦 對不對? 啊 那 身以什麼為本? 蛤? 還有呢? 還有 來 給你們猜 這個算是已經最低階了 所以要能夠知道 你的身是怎麼來的? 也不是 還沒有鄭重目標 也不是 也不是 五韻要怎麼合合? 要緣 因緣合合 呃? 緣要怎麼來? 怎麼產生? 這個 所以這個都還是比較滋末 比較開了 身體怎麼來的? 你的生命 身體怎麼來? 也不是 我當然知道輪迴 因什麼而輪迴啊 因緣合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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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名還不會產生禦貪 禦貪為主 禦貪就是我們生死輪迴的一個關鍵 因為貪才會產生五韻的合合 你沒有禦貪的話 它就不會產生這些作用 所以是從禦貪而來 那麼在這個能且經裡面 都會講到這個無名為父 有無名有貪愛 那麼兩個合合就會產生了生命輪迴 禦貪愛 這個貪主要是什麼 這個貪主要的就是淫慾心 禦貪 為什麼因為一切眾生的生命和合都是透過男女 這個或者是陰陽兩性的結合而來的 而產生 所以這個就是關鍵 淫慾心就是一個輪迴的關鍵 耀受身的一個關鍵 所以呢 這個 欲貪又以什麼為本 可是我看到一個我聽那個說法 滅盤是 不知道沒有因爲也就沒有果 那是涅槃的境界 我们讲的是轮回的境界 我们刚刚是从哪里开始讲 不是最初从哪里开始讲 生死可畏开始讲 生死可畏 生死可以就是害怕 令人害怕 那菩萨怎么样在生死 不断的在这个令人害怕的生死当中去经历 要怎么样能够安住呢 怎么样能够安于这样的生死 不畏生死 也就是说要有一个依靠 那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功德力 支持你 所以让你在生死当中 你能够不畏惧 那么在这个生死当中去流转 去度众生 去精进 这个是依于如来功德之力 依于如来 所以后面 从生死可畏一直讲讲讲讲到现在在哪里 生以什么为本 对不对 你们再复习一下 你们有的有超 生死可畏 以如来功德之力 依于 那么 要怎么样去 去这个达到 获得如来功德之力呢 杜众生 要杜众生 杜众生要怎么杜呢 除其烦恼 对 除其烦恼要怎么除 当行正念 当行正念 要有正念就能除烦恼 正念应该行什么正念 什么叫正念 不生 什么不生 什么不灭 对对对 好 善不善 以何为本 以身为本 身体嘛 那身 以何为本 贪以欲贪 欲贪为本 这个欲贪又从哪里来的 欲贪以何为本 为什么你会生起这个欲望 贪酌 贪爱 也是无名 当然这个是根本 就是说他已经 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一个念想 爱酌 贪欲 这样的 对 虚妄分别 虚妄分别 也就是不识的一个分别想 你认为这样 你认为这个人好可爱 这个人很自卑 这个人很有情 这个人很有学问 所以爱酌了 产生了爱酌 这个就是虚妄分别而来的 因为虚妄分别 就会产生了贪爱执着 对不对 这个是直接就讲出了那个关键 好 虚妄分别从哪里来 对对对 就是无名 这个时候才讲到无名 这个无名也称作颠倒想 颠倒想 你想颠倒了 颠倒想 所以产生了虚妄分别 有了虚妄分别 就有了欲滩 有了欲滩 就有了瘦身 产生 不同的说法 不是十二因缘 他当然不离十二因缘 可是呢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在讲这个 相生的作用 缘起的作用 那么 颠倒想以什么为本 这个颠倒想又是从哪里来的 真无信 这种本性之外 这个无助 是无助啦 就无助啦 颠倒想以无助为本 就是这里讲的 无助为本 无助 注着的注 无助为本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注着 无助以什么为本 无助又以什么为本 无助就无本啦 无助就无本 所以呢 最后的结论 我们在其他经典 有时候也会看到 常常引用后面这一句结论 从无助本 立一切法 从无助本 无助的本源啦 无助 因为无助就无本了嘛 也就是说 就是空啦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无助无浊当下呢 而什么 建立了所有一切的 法的建立 一切法的建立 那么如果从这个本心来说 那么当然就是什么 因为 我们这里讲这个真信 自信 真心 这个还是属于什么 第二意的讲法 也就是说 为了说明而建立了一个 自信真如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 让我们能够了解 有这样的一个 亲近的自信存在 那么这个亲近的自信 它是不生不灭的 它是无助的 它是无助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就是空啊 就好像虚空一样啊 虚空没有注着在任何一个 一个一个地方 所以呢 它才能够什么 普遍的含隆 所有一切 所以虚空它如果有黏着的时候 那么就没有办法 这一切就 没有办法这个使这些万象万物来建立 所以才说 比喻说我们这个心就好比虚空一样 好比虚空 用虚空现象界来比喻 这个不可得见的这个 亲近的本性啊 亲近啊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哦 自信本性 自信本性就没有差别 所以才建立啊 那么所以 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那么无相指的是什么 余相而离相 所以这里余相就是有 有相 但是从这个有相当中离相 这个叫做无相 所以这个无相呢 不是说什么东东都没有 好像就是泯灭了所有一切 而是什么 在这个很万象建立的当中 啊 面对所有一切近相 但是呢 离相 所谓离就是不执着 不着于相 啊 啊 那么无念呢 也是一样 余念而无念 啊 所以这个无念呢 并不是啊 完全就是灰暗的 就是空荡的 啊 什么都没有的 这个念呢 是什么 也就是你的心啊 当下这一念心就是啊 啊 啊 那么余念而无念 就是对于在你这个念头上 你没有生起其他的分别妄想 有念头 可是这个念头 没有什么其他念头 没有其他 就好像说 哎 这个 嗯 你就看到这个人 就看到啦 然后呢 人家会说 哎 你看到他你觉得他怎么样 不觉得怎样 啊 不觉得怎样 是因为你的心没有对他生起了计较的想法 哎 你说 那他刚才不是怎样又怎样吗 是啊 因为什么 你的五官 你的这个眼根照射 有照 有照的作用嘛 看的 是看啦 好像这个摄影机一样照的东西而已 可是这个东西到底好或不好怎么样 其实你没有生起这样的什么念头 你没有再生起其他的念头 所以你看他这个摄影机他如果 他会自己有选择有 有选择的话 可能拍到你他会觉得 嗯太丑了不要拍 我就是不要被按下去 他就会变这样 但是他没有 一切都没有 他就是 就是如实的去映照所有一些万象而已 然后对这些万象呢 没有生起一点的分别执着 高下好坏 没有生起这样的念头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念啦 无念的念头 就是他感觉 我看没见你就听没道理 不是欸 那种感觉啦 对对 就是你只是看的看的 所以其实这个像这个孔子讲 事而不见听而不闻 其实他也是一个修养功夫啦 对不对 有听到 但是呢 没有去分别执着于他的 他的这个内容 但是当然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什么 有功夫啦 嗯 不是我们讲一讲 然后哦明天就会了 我看到所有都余相无相 我们还是什么 这个是就一个直接从顿教的角度来说 契入自心的心性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作用力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去误入 领悟进入这个清净自信的一个本茂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起落 一定会有很多的 那这个起落就是什么 要从建教的角度来说了 你就是有起了恶念 你就要使自己恶念平息 要生起善念 要生起善念 他这个就是从对峙的方面来说 师父可以说 是不是看陌生人也可以这样讲吗 好也可以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从这方面去体会啦 陌生人没有感觉 没有感情也不知道也不认识的人 就是你没有生起这样的分别 对 你就不会生起这样的分别 嗯 就好像 但是这个是因为陌生啦 陌生 可是这个念呢 其实是什么 是寥寥分明的念 就是你知道 不是对他完全陌生的一种现象 而是什么 你完全知道 比如说你用英文骂我 或者你讲中文骂我 我听不懂而不知 就不是这个无念之念 而是什么 我听得懂 我也知道 可是我没有生起什么想 嗯 我没有去生起说 哼 这个人怎么这样讲我 他为什么这样说我 然后你又为了这句话 人已经错身过去了 你还为了这句话 一直放在心里底估 这个就是着了像 着了像 着了烦恼 那如果呢 我们在这当下马上经历了 然后呢 也不 也不回顾 然后也不 不觉得怎么样 就是 即使他骂我 然后你也不觉得 有骂了损了你什么 或怎么样 你也一点都不觉得 没有生起其他的分别想啦 但是呢 所以因为你没有生起其他分别 你看到他你还是 你还是会什么 应激的 该请 该这个问候 还是会问候 该这个哈拉 还是会哈拉 那为什么 因为你 你是 不是由攀缘而起的 而是什么 只是什么 印 印化而已 印化的作用就好像那个 就是你把这个石头丢出去 人家丢了石头 那一定会回想一下而已 这个回想并没有执着说 重力多大 或者是这个丢不丢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种 怎么样去这个 使自己的心境心量更加超越 超越这些世俗的一种历练 一种修炼 怎么样可以超越这些 然后看到这些什么 都是武运啊 都是这个 都是色身相畏处的一种 一种现象 本身就是什么 不可得的 是不是可以学无我 他不是在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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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 很多事情就不发生 对对 假如说 没有其实 这个无我其实也就是 无念的一种 一种显发 因为你无念 你就没有一个主宰的一种 全欲望 主观的意识你就没有产生 所以呢 就是你是知道一切 你也经历一切 你也了解一切 你也了解一切 实莫是非 对说什么 但是你心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无念就是你不放在心上 没有对你产生 你也知道这个人很坏啊 你也知道这个人很差 你也知道这个人很优秀 这个人很好 你善恶你会分 你知道的 不是完全不知道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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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这样叫无念 那这样子就是吃啊 就是吃这样啊 就是说不想计较 也连起一个不想计较的心也没有 没有 你知道他是这样子 而且也不会说说计较 你反正随机而分啊 就是你 看到就是 看到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内心 要内观啦 你自己去看到 但是呢 比如说 他讲说 不要计较啦 不要产生什么 不要什么 这个也都是对 对在哪里 对在说 你生起了分别心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对峙它 怎么样让自己 不要计较 当没听见 当怎样 这个是从第二异方面来说的啦 就是从 因为 我没有办法按捺住我的心 我的 我的这个 黏着 还是我的烦恼 我没有办法放下 所以我一定要用这些 看开一点啦 放下啦 这个都是空啦 这个都是什么 用这个法门 这个 这个叮铃啦 你自我说教 自我说教 使自己能够摆平这样的一个念头 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 运用的方法 那你在运用这个方法呢 他就是什么 他就不是在一定要你要禅坐才能得 而是什么 你这一念心到哪里 你就有触碰到六根 就有触到六成 就不断的一个这个辗转 所以呢 随你的心 身所到之处 心必然就跟着到 你的身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一定有接触这个环境的六成作用 所以呢 这个完全都是什么 可以随时随地去做 开车的时候也是历练 人家超车的时候能不能离啦 还是我一定要跟他冲 我要跟他拼 或者是知道人家给我超车 然后又 又巴我 然后我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这个 有时候也是很好笑的 也会有一些这个 这个 有趣的事情 我一个师兄 他有一次开车 他接他儿子的车啦 结果他开车呢 他停红绿灯的时候 他一开出去 他就已经给人家撞到 那个就是那个灯嘛 就是镜子啦 有撞到旁边的镜子 但是他不知道 他就这样子开出去 然后就停 刚好碰到红绿灯就停了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有人拍他的车子 车 这个后车响 因为这意思是叫他下车啦 可能就是 然后他人家拍他的 拍他的车子的时候 正好是绿灯了 他开车 他开车 他以为 他以为别人叫他快一点走 对因为没有讲嘛 他也不知道他撞到车啦 结果呢 后来他就这样子开走 变成什么 肇事逃逸 就被 马上就被警察 人家就告到警察那里去啊 他马上就被 就被 被 被传唤 就到派出所去 因为对方都在 全部 就很生气啊 车子被撞啊 那个人还不停 然后叫他停车 他还不停又跑 他的分别 这个就又不一样 那在我师兄来讲 他就傻乎乎的 他觉得说 他心里还起了一个念头 他说都还没有绿灯拍 怎么拍 结果他这样想的时候 就绿灯闪了 然后他就开走了 就很快就开走 结果回去之后 他儿子呢 就打电话跟他说 他说你是撞到别人车 车祸你知道吗 他说 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啊 因为就是好像 比较 没有去感受 因为不是很严重的擦装 所以他就 他就不以为 结果他马上去派出所的时候 他们所有人本来都很生气 看到一个出家人出现 他们就全部笑起来 但是他还不是故意的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那也不是故意的 他也是跟他讲 警察就问他说 人家不是叫你停下来吗 你怎么又跑 他说不是啊 我听他拍我 我以为他是吹我 趕快走 吹他赶快走 那这会错意 所以这个就是 能不能够 诶 他们结论是有没有被罚 没有啦 就是大家就欢喜收藏 因为他是无意的 就是他看到他笑 就是他不知道他不是 对 因为他们本来在那边气呼呼的 结果一看到一个出家人 突然进来 他们就笑起来 他们就笑起来 没有 有时候 有时候是位 我也是在桑花圈 在当看 然后我看到 那个牌子是说 不能进去 那我看不能进去 我也想要转弯 可是我看到 有一部车子进去 然后警察跟着他后面进去 那我也想是可以进去 你就跟着进去 然后去了 你知道 这个是Dunar Interest 我说知道 他说那你为什么进去 对 我说我看他进去 我看他进去 我还想转弯 可是我又看女人进来 你是紧张 你可以进去 他上纸病 他说 所以这样子才会出生火 他这样子 我说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子 他说好 不给你开单子 你赶快出来 他还给我指飞 赶快出来外面挡车 他就看我出来这样子 我自己笑着 很好笑 我还给你开 还给你开 你说就是这样子吧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看啊 如果没有透过语言 没有透过语言 完全由心对心的这种 其实都会产生很多误解 因为各界各的 不一样 所以禅宗里面也有一个公案 就一个小沙 小和尚 然后看到他师父啊 每次有人这个信服来请教他师父 他师父都比这样 什么环绕 什么问题 他师父都比这样 然后 这个问法的人呢 请法的人 他们就领悟了 然后他们就回去了 后来有一天呢 这个师父不在 没有人来啦 他也比这样 结果他就学他师父 因为都不用讲话嘛 只要比 只要比人家就懂啊 所以他就 他也就是跟着他师父一样 比这样 然后那个人呢 也领悟啦 也很感谢 又回去了 后来他师父回来 他就跟他师父讲 师父我今天啊 你不在的时候 我也度了一个人啊 他说你怎么度啦 他说 因为我也 他不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我也是比他这样 他就很开心 就做你离去啦 那师父说 你再比一次我看看 就是说 我如果 就是我们再示范一次 结果他比这样的时候 他师父拿一把刀子 把他的手指砍掉 把他手指砍掉 为什么 连一都没有 连一都没有 这是悟道 究竟的一个道理 是连一都没有 众生有烦恼 你可以说 诶 这当然也是我们现在在解的啦 因为他们 书上写的都没讲话嘛 只是一个形态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法 以我们的理解 我们来给他带入的话 也就是说 当你有所有 什么烦恼 什么烦恼 什么意见 什么分别 归以一心 归以一 或者是归以一心 那这个可以说 他比个一 我们知道大概就是一心嘛 一心的道理 可是呢 究竟一心 他也是相对来说的 是因为你有这些烦恼妄想 所以让你统一 归以一 真正的真理是连一都不建立 一也不建立 所以你还存了一个一的想法 好像这是独立的 或者是绝对的 这个也不对 有这个想法也不对 观念也不对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 顿教法门里面 很简点那个心的作用 维系的作用就在这里 所以呢 你会觉得说 不是就是要去恶重善吗 所以执着善有什么不对 你执着善就是一个法执 也是一个法执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 刚刚有讲到 去掉我执跟法执嘛 去了一个我之后 你还存有一个法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法执其实很 很内容也很大很广 比如说什么呢 你光是放一个水果 到底是 比如说那个梨子啊 或苹果 它不是会有一个尾巴 跟一个头吗 那你到底是这个要摆上面 还是那个要摆上面 这个有些人也会有真实 有些香灯啊 看你摆这样 不对啦 这样子没礼貌 还有香蕉 它不是这样子弯的吗 它是这样放才对 还是要这样放才对 也有的计较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些 这些其实呢 如果认真说来 这个都是叫做法执 因为你执着 它一定要怎样 可是你这个方式呢 它其实是什么 也是相对而有的 也是相对而来的 比如说你去哪里 看到人家的这个摆是 哇很漂亮 那么它这个 香蕉的这个 膠都是往上的 所以你觉得这样摆漂亮的 所以你认为 这个就应该要这样摆 那么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的 这个事法 这个事项 这个通通都是 因缘 对待合格产生的 它不是决定性的 就好像有人说 有一个居士 他告诉我说 师傅我每次初一时 我买水果 我都买到很辛苦 因为我根本吃不完 然后又要买那么多 我说为什么 他说不是都要摆四果吗 所以他每次一定要买四样 四盘 然后呢 又不能买单个 一次买又是要五六个 又摆起来又像三一样那样 他说然后可是呢 久了以后他就什么 又费钱 然后又吃不完 又浪费 累积又很多 他就起烦恼 结果他有一天 来我那边看了一下 就笑起来 为什么 我只摆一颗 一颗苹果 不管什么东西 我有我就多摆一点 我没有 我就是至少我也有一颗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 饼干也可以摆啊 你不一定 你一定要摆水果吧 就是居士在家 我们不是说要做法会 一定要做的什么盛事 当然你说要有法会正事 你说随便摆可以吗 当然也不行嘛 对不对 他就是一定要有这个 呈现那个庄严的这个贡品嘛 所以呢 这个当然都不是 非得怎么样不可 而是什么 你可以随着姻缘 随着方所 随着地方 随着习俗 随着你的需要 或随着你的方便 他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运作 可以运用 所以这个 有一句话来讲说 不执可圆可方 不执着 不执着可圆可方 圆也可以 方也可以 是什么 随时随地随机 随已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在事项上 我们能够怎么样去运作的一个心态 心经上 好 我们要吃饭了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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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